大家好,今天是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明天是税曼收錄了 2023年以炒股或股票的香港股票年代 算是過了這一年 北水也是和和和和 今天來說,板塊基本上多了是上升 其實明天應該也有些升 這幾天的升基本上也有預期了 等一會再說一說 好了,我們現在再跟著看看 大家看板塊,今天升得最多的板塊是保險、零售、工業、交通設施和汽車 保險一直都是在前十的,這幾天都是 零售一直都是好 汽車這兩天都是比較好的 我們看看保險方面 保險之所以好是因為銀行股和地產方面有些好進步 因此保險股通常會更多投資 在這方面,因此就會更好 所以如果保險股好的話 是代表了銀行股和地產 地產主要是債務的憂慮 銀行股就因著被地產老的拖累 如果他們都可以,那就應該可以了 銀行股又為什麼會好呢? 其實是因爲阿爺要求減了銀行的存款利息 因此銀行方面,息差的壓力就會少了 息差也會拉大了,即是賺多了 零售零售方面,最主要的就是 這些是很小的 中國中緬之所以是好了 因爲國內有券商是建議買中緬 我們看很多是香港的大行的分析報告 說買這隻,買那隻 即是我們很少會看國內的券商的報告 去建議買哪隻,買哪隻 其實這是我們需要有一點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有所不足而要補足的地方 接著我們看看這是工業方面 工業方面最主要是這些 很多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那爲什麽會是這樣的情況呢? 那爲什麽福萊特波這些又會好呢? 第一,真是補交流嘛 第二,真是會有汽車落地嘛 那所以一定會變得好 那另外一樣東西我們看到就是 最近中國的製造業方面 是真的升得很好嘛 增長好嘛 所以就好了 那爲什麽會好呢? 因爲前一陣子都說嘛 爲什麽我們那時候要買電力股呢? 是因爲電力股在11月的時之中 他們的賣電量是多了嘛 那11月還沒冷嘛 那不要說別人開多了電暖爐 其實根本就是工業用電多了 工業用電多了 11月用電多了 12比利出來的工業產生的報告 當然是會多的啦 交通設施 那你一般來說這些都是 機場、通訊等等都多了 這個又代表了什麽呢? 是代表了就是說 你如果多了製造業的話 多了人流的話 所有這些功勞的應用是不是多了呢? 那別人國內看到了 所以就買這些了 有很多汽車 最近很多汽車都要說 很多東西要說 很多東西要做 所以基本上就會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首先看回個別板塊 個別板塊方面 今天小米是滾下來的 小米滾下來 因為下午它有公佈車的性能 他都告訴你 他沒有車給你看 只是說話而已 說說車有什麼好有什麼好 所以市場認為 不知道下午會怎樣 所以昨天升了 今天滾了 就是這麼多 其他基本上都比較好 好 其子都說了 一定會升上保利亞通道的宗族上 今天升上來 問題就是會不會碰到保利亞通道的頂部 這個170這件事 這是完全是一個打牙膠 牙膠戰 現在有些人就說 今年不會收於170上面 那就是我又覺得 似乎應該是收於1萬7上面的 170001又怎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其實我們看幾樣東西 假設不是有遊戲版拜這件事說的話 你認為這一天應該是升還是跌呢 這一天應該是升的 為什麼要升呢 因為基本由這一套一直在做上來 是一個星勢的嘛 是不是 是一個星勢嘛 那它現在這一套 突然跌了下來 那遲天一定要收回上去 收回上去的話 我們不要多 我一直都說 以前都說 守住165 後面就OK了 那所以這樣來說 沒問題了 如果就算去到這個位 都差不多170了 是不是 那現在由這裏 到現在16859和170之間 唉 大約是150點左右 那以現在來說 升150點是很容易的 所以 就算不是2023年收起1萬7 那又如何呢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我們會看看 月線圖 我們今天不看著 明天再看 給大家多些東西看一看 給大家多些東西看一看